你永远可以相信张艺谋 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难度最大的节目 本以为是机器操作的活字幕 当掀开盖子时惊艳了世界 外国媒体纷纷发出惊叹 除了中国人 没有谁敢挑战这样的奇迹 他或许不是国内最牛的导演 但他一定是国内最勤劳的导演 他早已是可以名垂青史的人物 但73岁高龄的他 依然兢兢业业站在导演工作岗位上 每天工作到后半夜 从1984年出道以来 他几乎每年至少一部片的速度 在拍电影 他说过 电影就是个手艺 不能停 停了 手就伸了 所以他一直在干活 时刻准备着自己的状态 哪里需要他 他就往哪里去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 G20峰会文艺演出等等 国家级的重要活动 都有张一谋导演 甚至72岁 还担任北京都奥会开闭幕式导演 为什么他总能一次又一次地担任 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导演呢 为何他每次都能取得巨大成就呢 有人猜测 他应该是哪个专业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吧 然而 张一谋当导演 却是半部出家 他21岁辍学当绵场工人 走后门进入北京学的 却是摄影专业 靠卖鞋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后当过演员 拿过影帝 还给陈凯歌扛过摄像机 37岁 才拍了人生第一部电影 但张一谋的一生 堪比他拍过的电影还要精彩 从绵场工人到著名导演 他是怎么改写自己命运的呢 为什么陈凯歌冯小刚 李安王家卫等都只能称作导演 而只有张一谋被捧为国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张一谋背后的故事吧 张一谋1950年出生于陕西西安 他的父亲和两个大伯 都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 母亲是个皮肤科医生 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 在60年代的中国 简直是个灾难 幸亏张一谋有点才华 篮球打得好 也写的一首好字 才勉强混进了陕西省咸阳市郭棉八厂 当一名普通工人 但张一谋不甘心 只当一名工人 他想要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于是学习了摄影 原因是他的表哥有个相机 他只跟着表哥玩过几次 就对摄影着了迷 想要好好学习 他没想到 就是这个摄影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可能听说过 张一谋的第一台相机 是用卖鞋的钱买的 其实不算是卖鞋 只是献血后拿了点补助 那是1974年的事 张一谋攒了三年的工资和献血钱 一共186块6才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 这可算是下了血本了 可是那时候的相机 不像现在这么智能 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 还得学习一些摄影的知识和技巧 可张一谋没有上过专业的摄影课 也没有人能教他怎么拍 只能自己摸索 他的学习方法有点笨 就是抄书 他把图书馆里 所有关于摄影的书都解回家 不管讲的是什么 风格是什么 他都一字不漏地抄下来 然后再慢慢消化 他觉得眼睛看过的东西 不如手写过的东西 就这样 他抄了三年 抄了几十万字 当他抄完了 他才发现 那些看起来很高深的理论 时也没那么难 他就按照书上交代 一步一步地练习 不走捷径 不玩花样 因为耗材昂贵 张一谋拍照的时候 一张底片都不能浪费 他总是等待最佳的拍摄时机 最美的光影效果 最完美的画面构成 然后才轻轻地按下快门 他的照片就像艺术品一样 清晰而精准 不用修剪 让人赞叹不已 张一谋还喜欢画画 他跟着厂里的美术高手学习 他们都是美院的毕业生 做着设计的工作 张一谋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画画的技巧和灵感 1977年 中国恢复了高考 张一谋只念到了初二 高中都没上过 对大学一无所知 他就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 有空的时候 喜欢玩玩相机 1978年 他听说 这是社会人员最后一次 能参加高考的机会 以后只能招收英介毕业生了 厂里的人都想试试运气 张一谋也有点心动 觉得是不是该去读个大学 可是他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 这时 他在染印厂的同事田军 给了他一个建议 说你既然拍照拍得好 不如去试试北京电影学院 张一谋一头雾水 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学校 他翻开人民日报 找到了这个学校的招生广告 他一看 心就凉了半截 电影学院招生 有年龄限制 摄影系只收22岁以下的 而他已经27了 但他还是想试一试 他趁着去北京出差的机会 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 去北电报名 老师们都夸他的作品不错 可是他的年龄实在超过了太多 最后连报名都没成功 这时 田军又给张一谋出了个主意 让他给文化部部长黄振写信 附上自己的作品 说不定部长一爱才就破格录取了 张一谋一听 赶紧借了个案房 写了几张风景和人物的照片 田军还嘱咐他 给领导的信 字要大 话要少 目的要明确 张一谋就这么把信和照片寄出去了 没想到真的打动了黄振 黄振一看照片 觉得张一谋有才 就跟电影学院说 让他以尽修生的身份入学 可是电影学院不同意 说他年龄太大 条件太差 没法收 黄振生气了 一拍桌子说 收也得收 不收也得收 就这样 张一谋进了北电 报道那天 张一谋发现自己的名字是手写的 其他人的都是打印的 他心里明白 这是贵人相助的结果 张一谋到了北电后 觉得自己是个老土包子 他比同学都大十岁多 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毛子 他是个外地工人 没受过多少教育 也没看过多少电影 跟那些从小就沐浴在艺术中的同学没法比 北电经常会放一些外片 张一谋每次都去恶补 他带着一堆母亲给的医学卡片 边看边做笔记 张一谋打三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 他知道摄影师这个职业要靠经验 一般都是从助理做起 要等十几年才能独当一年 他心里嘀咕 这样的话 当他四十多岁才能真正拿起摄像机 那还有啥意思呢 他转念一想 导演系的同学都是年龄偏大的 他们似乎不在乎年龄 于是他就想去探个究竟 导演到底是干啥的 现在回头看 张一谋当导演 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梦想 只是因为年纪大了 想学点能快点上手的 他找了几个导演系的朋友 让他们给他推荐了一些书 他把这些书都借回来 像当年学摄影一样 拼了命地看 1982年 张一谋毕业 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 然而 正是这个同学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却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遇 广西电影制片厂 当时敢于突破陈规 率先在全国成立了青年设置组 给了张一谋亲自动手拍摄的机会 就这样 他一举超越了同学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摄影师 张一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一个合八个 那时候他年轻有为 敢于创新 想要突破传统 拍出自己的风格 这部电影的画面美轮美奂 形式感十足 让人眼前一亮 当年的艺术指导郭宝昌都说 张一谋在本片的摄影严重呛气了 后来 张一谋接着拍了《黄土地》和《大阅兵》 还是他那种强调形式和造型 画面感很强的风格 他拍戏不浪费胶片 这是他以前没钱玩摄影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一般三分钟的戏要用三万尺胶片 他的《黄土地》九十分钟 只用了二点七万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黄土地》正是陈凯歌导演的作品 于是便有了张一谋 以前是给陈凯歌扛摄相机的梗 可没想到的是 该片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更没想到了是二十年后 张一谋居然战胜了陈凯歌 获得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资格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因为拿到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不仅证明了张一谋的摄影水平 更是为给他当导演增加了筹码 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新上任的厂长吴天明 看中了张一谋的才华 就把他挖了过来 并答应了让张一谋当导演 张一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 是从莫言的小说里拿来的 那会儿张一谋跟一大帮作家都是好哥们 莫言 于华 格飞 苏统 碧飞于等 他们的书一出 张一谋就跑去找他们想拍成电影 张一谋出差的时候 箱子里全是小说 他说 导演不如作家 没有好的文学 影视就没戏 后来 《红高粱》获得了 第38届西白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 可以说是登上了艺术电影的最高殿堂 接着 张一谋又拍了《局斗》 大红灯笼高高挂 休局打官子 活着等 这几部电影把世界上的电影奖都收了个遍 可是后来张一谋回忆却觉得 这五部电影都不怎么样 看起来很幼稚很粗糙 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 他更直接的说 他们这一代导演的成就 其实是时代给的 没什么了不起 直到英雄的出现 他才迎来了转折点 英雄是张一谋的首部商业大作 这部电影是监制江志强 看准了市场 把李连杰 梁朝伟 张曼玉 郑子丹等一众巨星都请来了 打造了一部华丽的视觉盛宴 全年票房8亿多 我们2亿 2亿5亿 你要用今天的这个票房成字 那都是100多亿的票房 国外票房更高 达到了14亿 被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全球最佳影片 并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从此 张一谋的商业片就锋利全球 比如十面埋伏 满城近代黄金甲等 都是大受欢迎的作品 张一谋的商业片 跟他以前的文艺片一样 有自己的风格 他用色彩和摄影技术 把场景 服饰 道具 都搭配得很美 把东方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英雄用了秦人崇尚的黑色 来表现秦始皇的权威和冷酷 而满城近代黄金甲 用了金黄色 来反映后堂皇帝李思源的富贵和荒银 张一谋用色彩和摄影技术 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东方文化之美 其实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早年 在国民八场自学的画画和摄影 但在厉害的高手 也有失手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电影长城是张一谋导演生涯的一大白笔 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吗 其实他根本不想接这个活 但如果他不答应 好莱坞就会找国外的导演来拍 为了不让我们的文化被曲解和糟蹋 张一谋选择了妥协 他们这个老板就是个怪兽迷 据说他是来中国看到长城 哎呦 可以打怪兽啊 因为他是个怪兽公司 你到他公司去的话 所有那个角落里都摆着各种怪兽 然后这就开始回去组织班子写 写了好多稿 请了好多编剧 打磨了七年 中间换了还换了两次导演 都要开机了 打磨了七年这个剧本 让我看 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一看就是我说的 我喜欢的 不是你说的打怪啊 我喜欢的是这里边有很多中国文化信息的空间 张一谋意识到全世界欣赏张一谋的 是张一谋自己拍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要拍一部真正属于张一谋的电影 影给自己一个翻身的机会 张一谋选了三国的故事作为背景 并亲自改了三年的剧本 对于影这部影片 张一谋的要求很高 就是要把中国的美展现到极致 不能有一点西方的痕迹 每个人的造型都像是中国的艺术品 影把中国的水墨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真正让张一谋走上国师之路的 还是2008年内场震撼全球的奥运会开幕时 在奥运史上 只有张一谋一个人拥有双奥头衔 当北京奥组委向社会公开征集导演团队时 他是做事的张一谋 从李安 陈凯歌 冯小刚等众多优秀的导演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总导演 但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张一谋面临的挑战 是要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 一个有创造力的中国 所以他决定抛弃所有传统的艺术形式 用全新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化 这可把他的团队给难住了 他们提出的想法都被张一谋一一否定 反过来 张一谋的新想法也遭到了他们的质疑 比如 他想用LED画卷来展示中国历史 有人就说这太俗气了 没人会喜欢 做活字印刷表演 陈丹青却觉得根本不可行 人排这么紧 上面谁知道举上去怎么样 这个很难协调六千多人 等真的上了场以后 这全是事 你要真能做出来 地上爬 我爬给你 但张一谋从来没有妥协过 也没有放弃过 因为他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创造奇迹 为了这个奇迹 张一谋花了三年的时间 开了两千多次会 付出了无数的汗水 最后 他和他的团队一起 把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张一谋说过一句话 2008年8月8日晚上7点58分 全世界都在看着他的作品 那一晚 一书火光点亮了古老的日轨 象征着宇宙的诞生 万物的生长 火光变成了否振 倒计师开始了 当最后一个脚印落在鸟巢上 地面的星光汇聚成奥运五环 升起来了 一幅长达147米的画卷缓缓打开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就这样 展现在世人面前 让人惊叹不已 三千个孔子弟子 手持竹简 朗诵论语 欢迎远方的朋友 四大发明 活字印刷 各种字体的变化 桃花源的美景 丝绸之路的风光 敦煌的飞天 唐宋元明清的盛世 琴棋书画的雅趣 明画清过的神韵 正和下夕阳的壮举 中国功夫的魅力 这些只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一小部分 当圣火被点燃的那一刻 多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张艺谋承受了批评 顶住了压力 他用四个小时的时间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一个有魅力的中国 张艺谋也因此被戏称 是一个能让十四亿甲方不满意的一方 而我们也会永远记得 08年的那个夏天 那一晚的奇迹与感动 大事不失手 艺术不将就 行驶感突破 张艺谋不成国师 谁看单次重任 而在张艺谋看来 导演说到底只是一个执意而已 和木匠没什么区别 都是首艺人 他甚至还想过 如果他当年真的去了西北农学院须目系 说不定现在就是内蒙古的一名兽医 也会一样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地干活 而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是这样 他是干活的 经常凌晨五点才睡 早上十点左右起来 吃个早饭就开始干活了 看小说 看剧本 开讨论会 一直工作到下半夜 张艺谋说 他没有什么天赋 只能靠勤奋 他以前也相信 命运就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 但后来他发现 我们很难分辨什么是机会 更不用说去抓住他了 我们能做的 就是做好各种准备 等待机会的到来 张艺谋所做的事 不论是抄书 学摄影 学画画 找路径破格路去 自学导演等等 这些都是他的准备 有了这些准备 他才有机会 单人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导演 如今张艺谋已经73岁高龄 不少人都劝他歇歇脚 少拍点 精拍点 可张艺谋心里清楚 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所以他要抓紧时间 用倒计师的心态拍电影 尤其是最近几年 他更是拼了老命 有些影评人 说他变成了项目经理 一心多用 效率爆表 只看结果 从2018年开始 他就没停过手 一步接一步递出新片 游影 一秒钟 悬崖之上 狙击手 满江红 尖竹磐石等等 这些电影的风格和题材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部都有新的突破 比如最新的尖竹磐石 是张艺谋首次涉足当代都市题材的金飞片 这种创新精神 学习能力和创作热情 有几个年轻导演能比得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